今天晚上的比赛 中国国选拔女国手的第二行团战 亚洲队曾经在第一行团里面 三战三战一战一战三战 而今天晚上又有102-73 一战胜了一战一战 第二场比赛 在第一行团里面 一战一战国太人手的中 今天晚上又有很精彩的问题 他们用212-11的演发 放弃扣划的继续 多小项目 高加桃连铭 结果战事成功 国太队女工不下 而中平队在进攻的时候 又利用王小平的中间队位 列球进攻 客人夺得21分 结果这场球 中平队又以六十四战 战胜了国太人手队 公平太队